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今集帶大家來到一個城市 簡稱Uva 這個城市是為了看歌貝克曆石鎮 屬於12000年前 由人類興建的石鎮 也是世界上 以知最古老的宗教場所 我已經知道這個地方 很多年 放在筆記錄片上 現在終於有機會去了 我在Uva 本來想留兩晚 沒什麼特別的 去看石鎮 怎料酒店老闆 Musa非常非常好人 有一晚帶我到處去 見識了很多 尤其是屬於Uva的傳統 例如他的傳統娛樂 傳統食物 令到我這一集 非常豐富 希望大家享受今集 歡迎來到夢遊地球 Uva的夏天 真是異常炎熱 每日平均都超過40度 流汗流到瘋 市中心 看過去有個小山優 已經有三座清真寺 去哥貝克曆石鎮前 一定要來博物館做功課 1.8米高Uva Man的石雕像 有12000年歷史 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 真人比例 人形雕像 在石鎮 還出土了很多人的雕像 例如這些人鏈 還有很多動物雕像 主要有狐狸、狗和野豬 這個石板上 似乎是刻畫著女性分娩的情況 既然是舊石器時期 就當然出土了很多 當時後的石工具 這是斧頭 還欠棍 1.92米高的圖騰 上面有獵食者動物 下面是人形 就是當時人類的崇拜對象 圍繞著哥貝克曆石鎮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石鎮 都是差不多時期 例如現在看到這個 有人揹著一隻豹 就是其中一個石鎮的文物 哥貝克曆石鎮分為A至D區 這個就是模仿了D區 可以近距離看清楚那些雕刻 比較後期的文物 看到有這個小眼 其實是他們崇拜的偶像 在同氣時代 這是一盞油燈 很明顯是鐵器時代 還出土了當時後的泥板 還有一些石的雕塑 來到希臘羅馬時代 有條短片介紹當時的人 是怎樣做玻璃容器 去到伊斯蘭時期 就有墓碑和名文 馬賽克博物館和考古博物館 是同一張門票的 來到也覺得這個馬賽克博物館 挺棒的 做得很好 有很多希臘神話的馬賽克在這裡 例如有阿基里斯的老師 半人馬族的海龍 還有這個象徵創造和保護城市的 年輕女性形象 在博物館做了功課 就可以出發去看位置 一到步首先去看展覽廳 裡面雖然不是很大 但也有資料可以看看 例如有這個考古學家的手稿 畫得很漂亮 還有這個一比一比例 三點多米高 在D區的T形石柱 很出名的 上面有這個禿鷹的雕刻 指南館裡面還有一個動畫區 模仿當時後的人類 如何在哥貝克力石鎮 崇拜他們的偶像 出發走上去的位置 其實是有免費的接駁巴士 但我選擇了走十分鐘上山 沿途也有很漂亮的風景可以看到 在大帳幕下 就是哥貝克力石鎮的A至D區 現在開放給公眾看 EF區還在發掘中 其實還有其他區域 但是考古的進程是比較緩慢 相信也要等很多年之後 才會再有一些新的區域 開放給公眾參觀 接著下來 我便會看到 順著A、B、C、D區 這樣介紹一下 它最特別的地方 給大家知道 A區這個T型石柱 由上而下 有一種絕了種的牛 狗和可 B區這個T型石柱 上面有隻狐狸 其實真的 就這樣看也不知道 狐狸和狗有什麼分別 C區這個小石柱 上面有一堆小鴨 而最令我覺得驚訝 就是這一隻3D立體的獵食者 我相信是一種貓科動物 它在獵食下面一種比較小型的動物 D區也是整個區最完整的了 看到中間兩個最高的T型石柱 有5.5米那麼高 近一點看 其實看到上面有衣服的衣帶 和腰帶 和人類的手 所以相信這兩個都是男性人類 另外這一個就是 很出名的 T型T型石柱 果然在展覽館 近距離觀察才會比較好些 既然這些T型石柱 是代表人類的話 就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人物 站在中間 然後旁邊圍著其他人類 坐在這裡好像在開會 走上去山坡上面 就有一棵具稱600歲的大樹 在這裡看出去全景都很漂亮 有很多農地 主要是種小物和棉花 看完哥貝克力石鎮之後 我都要趕著回去 因為下一班巴士要三小時之後 所以下山就選擇搭接駁巴士 回來市中心 離遠見到山上有烏法城堡 這裡叫做阿伯拉罕池 是伊斯蘭教徒很重要 要來朝聖的地方 相傳聖經人物寧禄 即是羅雅的曾孫 要燒死阿伯拉罕 神施展奇蹟 將火焰化為磁水 木頭化為神聖的鯉魚 所以這裡的鯉魚 是很受他們尊重的 旁邊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橋下也有很多很多鯉魚 人們會買魚糧餵他們 附近有兩間房 一間是藍房 一間是女房 我當然可以進入女房 當然 相傳這裡的聖水 是能醫百病的 我也喝了少許 阿伯拉罕凍穴 是比剛剛的水池更加神聖 故事又回到06國王 因為他相信一些預言家的預言 某個小孩會威脅到他的王位 所以他下令把整個城市的小孩 都要殺死 當時阿伯拉罕的媽媽 就懷著他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 他戴肚 之後就找了現在身處的洞穴 躲起來 和生了阿伯拉罕出來 每一天就去餵奶 入口都是分男女 阿伯拉罕 就是躲在這個洞穴上成長 直到他15歲才出來 所有進來這個洞穴的女性 都要遮住頭髮 穿過這個洞洞 就看到玻璃後面 就是傳說阿伯拉罕先知 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看到有很多教徒 非常虔誠 在這個洞穴前面 亦是毛拜 唱詩歌 和朗誠可蘭經 這裏都一樣有聖水供應 所以很多人在這裏即場喝 又或者帶水瓶來裝 酒的時候看到這個洞穴上 真的有很多白鴿 還圍著月座清真寺飛 也有很多空氣 Bufa的景點 都很集中在市中心 在阿伯拉罕動員旁 就是這裏舊市集 跟普通的市集都差不多 OK 我最喜歡 就是看到一些 顏色鮮艷的布料 不少得還有香料 店員還請我吃了一粒 杏仁和開心果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銅鐵區 他們會在你面前 燒銅燒鐵 我就覺得很開心 可以看看工藝是怎樣做 去到這個鐵像 有個老人家還邀請我坐在這裏 看看是怎樣打鐵 這個老闆在燒這些叉 其實他就要打造一個尖的頭 是用來做kebab 串燒那些叉 首先他就要燒紅的鐵 不斷炭 把鐵燒到很紅很紅 把鐵燒到很紅很紅 當頭紅了之後 就會逐支拿出來打 打幾下 打幾下 便能打到成形 給大家聽聽 打鐵的聲音是怎樣 之後在市集裡周圍走 有些區域就像Pood Court一樣坐滿人 不得不介紹一下我住這間酒店 和他的老闆Musa 真的非常好人 這間酒店也很簡單舒服 我到域那天因為已經過了午餐時間 我還沒吃午餐 Musa準備了免費午餐給我 非常之好 我只住兩晚 第二晚他還載我周圍去看不同的景點 去到市集已經關閉了 但原來是有些比較躲起來的區域 就像這個位置一樣 咖啡店還在開 他請我喝土耳其咖啡 有開心果那一種 非常之香 還有幾粒土耳其軟糖 因為咖啡苦苦地 再吃這個甜的軟糖真的完美 之後還帶我來這間很出名的甜品店 吃Ulva的特別甜品 叫做Shirley 就像法國crape一樣 再捲著磨到很碎的核桃 之後浸滿糖水 上面灑開心果 他還點了Cunava給我 還有新鮮做熱辣辣 上面還有一球雪糕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Cunava 意猶未盡 Muza還要帶我去看傳統的Ulva娛樂 叫做Siragujitsi 就是很特別的一種娛樂 這個娛樂 這個娛樂簡直令人眼花瞭亂 有樂隊 有歌手在唱文歌 詩歌 以及一些即興創作的東西 還有中間這個廚師在搓一些玉碎 之後我會介紹 還有人不停地在打鼓 每打鼓 即是對著你打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付錢給他 有時候客人喝到醉了 很高興 就會亂灑錢 即是把錢都扔出來 下雨 就很討好feel 然後再打鼓 哇 鼓手對著Muza打鼓 所以Muza就要付錢出來 Muza是有很多民族在這裡住的 最多的是土耳其人 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 所以歌手有時候都會唱其他語言的歌 當歌手唱富爾德語的時候 Muza就會用Google翻譯 告訴我 他在唱富爾德語 讓大家聽聽 Muza就是這個菜 廚師很猛的在那裡搓 是一款傳統開胃菜 用了生牛肉或羊肉 再配很多蔬菜碎 很多香料 和辣椒碎 搓在一起做 是非常辣 我吃了一口就已經吃不下了 夜深了 但是Musa還想帶我去多一個景點 看這個古羅馬的遺址 就是一個一個的墓穴 其實已經關門了 但是他成功遊說到那個保安員開門 讓我們進去參觀地下那一層 同時間有其他遊客也一起進來 那個保安員很好 就展示給我們看 有幾個動員 就告訴我們有哪些雕刻特別要看 這個就是Musa 說夜晚晚自己一個進來的霧穴 都挺恐怖的 比較潮濕和冷 其中這個霧穴的上面 就有一隻孔雀 今集我覺得很豐富 錄了很久的影片和展輯都用了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喜歡 除了我夢想成真去了哥貝核力石鎮之外 我還很感謝Musa 真的 是無償的 因為我說給他錢是完全不肯要的 希望Musa的生意做得越來越好 如果是去Ulva 要去看哥貝核力石鎮 會在這個城市住的話 我亦都推薦這間酒店給大家 下一集 就會去到Katar 這個小城市 去看人頭山 Mountain and Root 記得留意下一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興趣繼續追蹤我 背包環球的話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打開響鈴 Like我的post 如果你對文字比較有興趣的話 又或者在找一些攻略資訊 歡迎你在Facebook搜尋夢遊地球 就可以找到有百多片的郵寄 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